上节课 咱们讲了中庸的前两段 这篇整个的名字 提名为中庸 这个肯定是后人把他节选出来之后 为他提的名字 因为这个中庸是这一段 这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但是在前两段 中庸没有同时出现 只是中和 讲到这两个概念 那么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 朱熹是这样解释 中者不偏不倚 无过不吉之名 这个其实比较好懂 中间就是不偏不倚 既不像左倾又不像右倾 这就叫中 无过无不吉 就是没有达不到的地方 也没有超过他的地方 就是非常 正好在中间 最中间 这就叫中 他对庸的解释 他说庸平常也 所以咱们平常呢 咱们还用这双音解词来理解这个庸字 咱们说到庸的时候 最常说的是平庸 平庸呢 就是很平常 就是不是很突出的 也不是很差劲的 就是好和坏都不突出 这样呢 他就叫庸 就是很平常 和中的意思呢 有点接近 那么 这是朱熹的解释 陈怡 他的解释 说不偏之为中 不义之为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 这个他对中的解释 和朱熹差不多 也是说不偏之为中 就是说不左不右 这就叫中 不义之为庸 这个义 在这儿呢 应该是和这个 易经 易经当那个义字 也有很多 很多种解释 所以这个意义呢 应该是变化的意思 就是 没有什么 其实他意思也说 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这种呢 他就叫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 他说中 就是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 就是说 很平常 这是天下的 这个定理呢 是 意思是不可 不能改变的道理 所以说中庸呢 是 那是最好的状态 实际上呢 咱们考虑这个中庸 咱们用现在的这个社会状况来考虑 咱们这个 咱们回忆一下这个党的历程 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呢 他就是这样 他在历史上呢 他有左倾 有右倾 这个左倾和右倾的都给党 党的事业 都给咱们国家 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损失 你像原来总觉得 左点好 但是实际上文化大命的就是极左 这个也是给 给中国 整个中国大地 给中国人民的带来了 空前的灾难 右倾呢 就跟我们说了 右倾以前的话 这个在历史上 也多次有过这个右倾的这个错误 犯右倾错误的人和事 那么左和右 都是不合适的 只有中间 是最 是最最好的 就是说通过这个呢 咱们来理解这个中 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对这个中庸之道的 文化大命理批判的非常 非常厉害 因为他是极左 所以他 就是批判中庸的人 他是站在极左的立场上 所以他看这个中庸 他就 就觉得不合适 实际上他自己是 背离了 正确的道路 这个中庸之道呢 他 就是说 咱们从现在来考虑的话 实际上他的这个 还是有非常深刻的哲理的 包含在其中 就是咱们做任何事情 都是你偏左也不好 偏右也不好 就是在中间 道路是最好的 这个咱们平常呢 其实做事情 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 你有的时候 你这个 你选择一个很过激的手段 不行 但是 你选择一个很软弱的手段 也不行 最合适的方法 就是 把他们两个折中一下 这样 你按照中间的 这种方法去做 这事他就能做成 所以这个中庸呢 他确实是 有很深的道理 这个 中庸这篇文章呢 他也是在 讲述 这个道理 这也是 这个咱们古人呢 留给咱们的 一笔 可贵的遗产 朱熹呢 还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 善读者 就说对中庸啊 这篇文章 善读者 玩所而有得焉 则终身用之 有不能尽者已 就是呢 你比较善于学习的人 你看这篇文章呢 就能够 有心得 有体会 而且呢 是终身 受益 所以 这个 可见 这个朱熹啊 二成啊 什么 他们对这个 中庸这篇文章呢 都是 高度的重视 就是因为 它里面包含了 很深刻的哲理 这个哲理呢 咱们掌握了它 就可以指导咱们的行动 使咱们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功 而减少这个办事情的失败的几率 众尼曰 众尼当时咱们都知道 孔众尼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 他说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君子所践行的 就是中庸之党 这个中庸呢 是儒家的最高的道教标准 小人反中庸 这个反 就是违背的意思 小人 他 为人处事 他处处是违背 这种中庸的思想的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 他下面呢 进一步解释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怎么行 中庸之道呢 君子而时中 这个时中 就是 这个时是 就是无时不刻的 那意思 中 还是刚才说的是中庸 中道 而时中 这个儿字 就相当于这个能字 古汉语里边 儿和能 是经常通用的 这是儿字的一个 咱们可能在中学里边 这个用法见的比较少 这个儿字 在这儿是 实词的用法 而且能够的意思 就是君子行中庸之道呢 他就是能够随时随地的 不偏不移 小人之反中庸也 他也是解释上边 小人怎么反中庸呢 小人 而无忌惮 这个儿还是能的意思 无忌惮 就是无所顾忌 无所顾忌 就是 胆大妄为的意思 所以这个整个这一段 可以这么翻译 孔子说 君子奉行的是中庸之道 小人 则 违背 中庸之道 君子的中庸之道 就是能够 随时随地 都 不偏不倚 小人的 违背中庸之道 就是 做事的时候 能够无所顾忌 胆大妄为 这个 这点呢 就是孔子解释了 君子跟小人 截然不同的 做人处事的方法 下边 子曰 忠用其智以乎 明显能久矣 又是孔子的话 其智以乎 这个智是 极点的意思 到达顶点 明显能久矣 这个显 这个咱们中学里 肯定见到过这种用法 这个显是少的意思 很少 所以这两句呢 可以这么翻译 孔子说 中庸的道理 真是 尽善尽美啊 但 民众 很少 能用中庸之道 来 行事 做人 这种状况 已经 很长时间了 这个里边 中庸 其智以乎 智刚才咱们说了 其在这 是加强语气 没有实际 意思 以乎 在这是感叹词 所以咱们翻译的时候 把它翻译成 啊 尽善尽美 尽善尽 这个尽 尽善尽美 和刚才咱们说 这个课文里面的 智 是一个意思 都是 到达了最高的顶点 下边 子曰 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 智者过之 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 闲者过之 不孝者不及 人莫不饮食也 显能知味也 这个也说的是 很有意思 他说 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 就说 这个中英之道 刚才说了 明显能久矣 就说很少有人呢 能够用中英之道来 真正的来做每一件事 处理 就说自己做人 也是按照中英之道 这种情况 很少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呢 我知之矣 我知道 那么 他解释呢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知道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智者过之 愚者不及也 这个 智在这是 智慧的智 就是智慧的聪明的人 过之 就是说聪明人呢 他 就是说为什么很少有人能这样做呢 就是聪明的人 他就过之了 他就比这个中英啊 本来中英是中间的 他超过他了 那么 愚钝的人呢 愚者呢 就是比较愚昧的人呢 他达不到这个水平 达不到中英这个水平 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啊 也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这个中英之道 不能够 发言光大 我也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贤者过之 不懈者 不及也 也是 就是比较贤明的人呢 往往超过他 而 不懈的人呢 就 达不到 这个不懈 咱们需要解释一下 不孝 这就是孝像的孝 所以这个孝字呢 本来呢是 很像的意思 最早的意思呢 他就是 说这个儿子长得不像父亲 叫不孝 那么不孝呢 就是不像 所以他最早呢 指的是 不像 儿子长得不像父亲 后来呢 说 后来呢 称这个不孝顺 儿子不孝顺 叫不孝 不孝子孙 咱们今天还有这说法 叫不孝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孝顺的孝 而是一个小一个月 不孝子孙 就是说 他意思就是不孝顺的意思 那么后来又引申出 就是没有 没有财的人 财质比较差的人 叫不孝 在这儿指的就是 那个财质 比较差的人 人磨不饮食也 这个磨还是没有 没有的意思 人没有 不吃不喝的 显能知味也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体会出 其中的滋味来 这个呢 是一个比喻 就是说明了这种中英之道 他不能够发扬光大 不能够为世人所 为大多数人所能够践行 这种情况就像是 这个每个人都吃 都吃饭 都喝水 但是呢 很少有人能够从中体会出 其中的滋味 其中的好味道 他用这个来比喻 这个中英之道 很少有人能够践行它 那么这段话 可以这么翻译 孔子说 中英之道 不能通行于天下 我现在 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有智慧的人 智力超过中等 因此 他们 不屑去 履行中英之道 愚昧的人 智力达不到中等 因此 无法去实行中英之道 中英之道 不能得以发扬光大 我也明白 其中的原因了 贤明的人 后边咱们加几个字 贤明的人 喜欢标新立异 行为往往超过中常 财质差的人 行为达不到中常 这种情况 没有人不吃不喝 但却很少有人 能够真正品尝出 其中的滋味一样 这个孔子在这儿 说的也是很有意思 他用这个最常见的 就是吃喝 这个是没有人 不吃不喝 人也犯伤 你这不吃几天就受不了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 懂得其中的滋味 这个中英之道 也是这样 就是人人都在 咱们用走路比喻的话 人人都在走路 但是呢 他走的 却很难真正屡践行 这个中英之道 就是说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聪明的人 他就是不屑于 在这个走这个中英之道 一般的人呢 他想想想达到 他又达不到 就种种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也是很耐人寻味 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给咱们指出来了 就是说 为什么 这个中英之道 本来很好 但是一般人他都做不到 他也指出来 就是说 一般人的努力方向 如果你属于那个智者 那你自己就应该反省一下 你是不是 这个不屑于去按照 这个中英的这种方法 去为人出事 如果你是 智力不是那么特别 发达的人 那么你就要努力 去达到 中英的那种水平 所以下边呢 这个下边这句话呢 就是孔子 基于 刚才咱们讲的这一段 所发出的感慨 紫月 到其不行 到其不行以 到其不行以赴 这个旗 在这儿还是 加强语气 到 其实呢 这个句子呢 真正有实际意义的 就是三个字 就是到不行 就是说中英之道 得不到 广大人 广大民众的 这个践行 那么其字 他在这儿是加强语气 以赴 在这儿是感叹词 所以这 剩下的三个字 都是在 加强 这个 语气 所以 这句话呢 咱们可以翻译为 孔子说 中英之道 毕竟是 不能 行于天下 咱们用 他 这个原文里面 有三个字 来加强语气 咱们也是用 毕竟和最后的 啊 来 强化 这句话的语气 下面 紫月顺其 大智也余 顺好问 而好查 而言 隐恶而扬善 直其两端 用其忠 于民 其思以为顺乎 这个地方呢 就是 孔子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 说明 怎样 来实践 这个中英之道 这个具体的例子呢 就是 遥顺语的这个顺 这个顺呢 是有余氏 啊 他的名字呢 据说叫 重华 历史上的一般称 余顺 因为他有余是 这个部落里边的首领 顺其大智也余 这个智子啊 又是智慧的智的 这个本字 就是智慧 啊 野余 在这儿呢 是 又是两个 感叹词连用 啊 加强 语气 顺好问而好查 而言 好问 就是 好 就是 喜欢的意思 啊 好问 就是 不齿下问的意思 就是说 他能够 虚心的 听取 别人的意见 而好查 耳言 这个耳 查 就是 体查的意思 耳 耳是近的意思 啊 这个在 上书里边啊 就是 原耳 它 咱们现在说是远近 啊 在上书里边 他用的是 原耳 这个耳 就是近的意思 和近 和远 是 反意思 所以这个耳言 意思就是 浅近的话 就是 平常人说的 普通话 啊 很普通的 言语 隐恶而扬善 隐恶 就是 指的是 包含缺点 包容缺点 扬善 扬善 包容 优点 表扬 优点 直起两端 端 意思就是 这个 两头 啊 两个极端 直起两端 呢 就是把握事物的 两个极端 在这儿呢 主要指的是 过和不及 啊 就是把握 这个 刚才说的 中庸呢 就是 既不过也 也无不及 啊 那么 在这儿呢 就是 这个值呢 是把握的意思 啊 抓住 抓住 他的 这个他 这个旗呢 指的是 事物 啊 两个极端 用其中于民 啊 把握他的这个 两端 然后呢 是 为什么呢 目的是 用其中于民 啊 就是把 这个 中庸的 啊 取他的中庸部分 在民众中 实行 其思以为 顺乎 这个思 啊 在古华语里边 思字呢 最常见的 有两个用处 啊 一个是 一个用法呢 是就是 代词 相当于 这啊 另一个呢 是称词 啊 像咱们讲的 诗经里边 经常有诗 它并没有 什么实际意思 啊 啊 就是 占一个阴结 这种在 诗经里边 很常见 后世的 反古的诗 也经常 出现这个诗字 啊 它意思呢 就是为了 模仿诗经 啊 使自己的诗呢 看起来 更古傲一些 其思以为 顺乎 啊 其思以为 就是 刚才他们说 思呢 在这儿呢 它是这个 第一种用法 就是这的意思 啊 思以为 就是 以思为 也就是 因此成为的意思 其 在这儿 还是 加强的意思 加强语气 所以整个 这一小段 可以 这么翻译 孔子说 顺 真是有大智慧的人啊 顺 经常 虚心 听取别人的意见 对 对 浅进的话语 也要 加以思考 思索 考察 对 那些 不利的话语 隐瞒 隐之 不宣布 对那些 有利的话语 大力宣扬 对于众人的意见 他能 把握 把握住 两个极端 而取 其中 而取其中央部分 在民众中实行 这就是顺 能够成为 大智者的 原因啊 这个地方呢 咱们大家看的 就是 刚才在解释的时候 和最后翻译的时候呢 好像略有不同 这个翻译的时候呢 主要是 根据他上边 所说的 他好文而好查 而言 就是说他在 调查民情 调查民意 所以 下边 隐而扬善 知其两端 都是 连 连接上文 所以 翻译为 对那些 不利的话 引致不宣布 如果 从更广泛的角度 来理解的话 那么 隐而扬善 也可以 理解为 就是不只是 他对 言论是这样 就对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行为 也是 隐而扬善 就是 所以 就是 包含 包容缺点 表扬优点的 这个 含义了 所以 一个是特质 一个是 广泛的 更为广泛的 含义 这两个之间呢 并没有什么矛盾 下边 子曰 人家曰 余智 去而纳住 古惑 陷阱之中 而莫之之弊也 人家曰 余智 择乎中庸 而不能 积悦 手也 孔子说 人人都说 我很智慧 余智 就是 我很智慧 都认为自己很聪明 那么 但是实际上 情况怎么样呢 屈而纳住 古惑陷阱之中 而莫之之弊也 陷阱 这个咱们好理解 就是 这个 装着一定的 这个 捕捉野兽的 这个 在地挖一个坑 来来来 捕捉野兽 古惑 这古惑 这两个字 这个古字 大家看 底下是一个古老的古 上面一个四字 在咱们凯书里边 这个四字呢 其实在 甲骨那边呢 是一个网子的意思 所以这个古字就是 网的总称 就是朴兽啊 朴兽你 咱们打鱼要用鱼网 朴兽有的时候也用网子 这种网子的总称 祸 是指 装有机关的 朴兽的 木头的笼子 一个是网子 一个是笼子 然后又加上陷阱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比喻 灾难 祸害 孔子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 人人都说 自个儿很聪明 但是呢 趋而 趋就是趋感的意思 而在这是连词 那朱 那是这个 本来是 入的意思 在这儿呢 是始动 就是始之入 朱呢 在这儿是 咱们说过的 尖词 之鱼 那之鱼 就是把他 赶进 赶到 这个 蛊惑陷阱之中 如果把这些 自以为很聪明的人 把他赶到陷阱之中 而 莫知之弊 这个莫知之弊 就是 不知道 躲避 他 这个知乎者也的 知呢 在这儿是代词 代那个 蛊惑陷阱 蛊惑陷阱呢 都是 灾难的 代名词 下边 人皆约 于知 于知 择护中庸 而不能 积月首也 择护中庸 就是选择了 中庸 中庸之道 去为人处事 这个儿呢 是转折连词了 却不能 积月首也 这个积字 积字呢 在古汉语里呢 可以是 一周年 一整月 或者是一昼夜 都可以 那么 在这儿 后边有一个月子 那他当然就是 一整月 所以这句 这段 可以这么翻译 孔子说 人们都说 我是明智的 但是驱赶他们 并使他们落入 朴瘦的器具 或陷阱之中 却没有人知道 要去躲避 这种灾难 人们都说 我是明智的 但是如果 让他们选择 以中庸之道 去为人处事 他们却连一个月 都坚持不了 这句话 咱们就讲到这儿